093核潜艇官兵休假没回家 网传核潜艇在黄海出事 遭到中国国防部否认 但该潜艇8月底本该回基地 9月初应该回家休息 奇怪的是核潜艇没有回基地 艇上官兵也没有回家 到底去哪了呢 家人四处寻找 也没有找到 才引起人们注意 网传核潜艇在8月20日演习传出 发生爆炸意外 舰上百名官兵全数罹难 目前中国国防部仍完全否认 但因本该休假的官兵迟迟未归 相关传言再度引起关注 该案件不但没完结 还可能搞越来越热闹 原来 近日中共海军官兵家属 因等不到休假回家的亲属 交集向外求援 这事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再次证实潜艇意外事故并非 空学来风 根据家属指证事故 093核潜艇是北部战区的 长征15号艇 出事的地点就在黄海海域 8月31日中国国防部在例行 记者会 指出潜艇在台湾海 来 来 事故 这个传言完全错误 还称从X网络平台军事观察家透露 的讯息是假新闻 24资讯 美军一架编号6414831的WC-135核侦察机 6日凌晨飞入中国沿海 多次关闭航机 一度逼近上海 最后在浙江省泰州市外海向东转 于凌晨5点半左右 降落在美军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 三段主要航迹 都是在中国黄海和东海进行侦察 与传出发生事故的长征15号艇 出事地点不谋而合 军事迷移是美军在附近海域侦测 辐射 了解中共军情的人士透露 解放军过去发生军事事故 一直都是极其保密 从来不公开 更不会有人遭究责任和受处分 但经过几个月后 观察到北部战区高级将领及司令 可能因事故遭受调查或调职 可见前件事故的严重性 此事件引起高层的重视 作词